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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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連插三天後 累積跌了1200點 今天反彈了86點左右 半天升162點 早段雖然曾經倒跌過 但之後可以慢慢重拾升勢 升到最多有87點 事不宜遲 還有十多分鐘開始 馬上問一下嘉賓後市的策略是怎樣 現在有Mike在旁邊 你好Mike 是Francis 你好 後市應該如何判斷 近期的確比較波動 跌了幾天 今天叫做略為反彈 這個反彈你覺得只是純粹短暫的反彈 還是真的在轉勢呢 如果你看看圖表的走勢都是一般的 你說跌就跌得多 就算今天半天的時候 都是在彈八幾點 始終大家知道 你說外圍沒得叫做好消息 美國擔心它會加息 慢慢收緊那個銀筋 俄羅斯和巴克蘭那個局勢緊張 甚至乎你說內地的近期有一些對科網股 講的是美團的一些重手的監管 在市場上解讀得比較負面 所以不整體上廣股的投資氣氛 我覺得都是 其實很老實講 都是非常之弱的 但是你說好就好在都未穿到 叫做不算一個新低 但是你看看那個圖表 我自己都很老實講 之前說是試過兩次二萬五都衝不上去的 可能整體上整個圖表都是一個橫行的區間 二萬三至二萬五 港股都是低位度雜幅上落 Mike幫我們畫了這條線 兩萬三兩萬五 你看到這條線 恆指由去年年底開始 一直都不太走出這個區間 現在大家可能擔心會不會下到兩萬三 Mike也覺得始終太多負面因素要考慮 看看有沒有機會轉到勢 不過大家看看那些籃籌股 其中一隻就是銀魚 出了業績就要問問一下你 它順利去年是否可以虧轉型 至於經調整的EBITDA 同樣可以虧轉型 以及恢復派的特別息 就是派三毫子的 管理層就覺得其實這次恢復派息 已經是代表對公司前景信心好 亦都對於未來博彩法等等的因素 都是看法樂觀的 你覺得用整盤數來講 加上又派息 有沒有令市場有信心 都會的 你整體上應該留意得到 就是說它們的業績已經是最壞的時間過了 我相信最歸功於的都是內地和澳門 相對上比香港比較出色的防疫政策 之前的股價 三四個月之前的股價是突然之間大跌 市場有幾樣擔心 譬如你說賭牌資訊那方面 還有它們是博彩中介人 有一些重手的監管 但是很明顯對銀魚的影響都是比較有限的 尤其是賭牌大家都會覺得 現在已經坐定粒鹿的了 接下來的那個新的賭牌 它們一定有份的 所以不都會看得到 就是說銀魚那個走勢 是相對於比其他的賭股更加飆青的 我都留意得到 這次不單止說業績是規短型的 甚至公司已經很快手 恢復了排息的 雖然是特別息 但是也有三毛錢 這方面都會給到一個市場 是一個比較正面和積極的訊號 我相信下午回來的股價 應該會有些良好的反應 但是你剛才提到 最壞的時刻又過了 加上之前監管風波等等的因素 它都不算是最受影響 但是要看回那時 剛剛博彩法這個消息一出的時候 不是整版博彩都跌的 9月底那個大裂口 好像怎樣都還是補不到 其實是不是可能要等到 有通關很明確的因素 才可以上回之前那些位呢 都會是的 又或者我相信另一方面 如果你說想不到的 都是港股那個比較差的一頭子氣氛 始終都是 現在都是逼近二毛三 但是很老實說 其實暗雨那個走勢都比大市強 如果你說在那個圖表上 當然 之前都是受制於九月份的時候 幾支大的陰燭跌了下來 但是我相信 接下來那個阻力 都是五十元這個水平 之前試過兩次都是 捉近五十元就上不了去 但是我又覺得 接下來都是樂觀的 出了業績 業績理想 還有派到特別息 所以下一步我自己覺得 都是觀察著的 但是我有信心 它應該可以說 收復五十元這個重要的關口 好啊 都要給他一點時間 Mike 暫時來說覺得 這隻銀魚算是 整版薄草包裏 比較可以看好的一隻 好 除了一隻銀魚出了業績 另外另一隻出了業績的 就是聯想集團 他第三次入藍手 最近這個消息 都是炒上過一陣 先看一看一看一看 他首九個月 就是純利升到七成六 收入升到兩成二 毛利率16.7% 升到一個百分點 Mike 坦白說 其實每次看回聯想的業績 他每次出業績 都不會說怎樣令市場失望的 都是看著那些數升得好 或者收入又可以創到新高等等的情況 不過好像硬是那個價錢 就不會太因為業績炒的 你又怎樣看現在的後市 如果你說中五出來的那份業績 又真是很英俊 你看著它尤其是首三季 尤其是最新的那個季度 那個靜利量有6.4億美元 遠遠比預期超過兩成 甚至乎他們那個收入 都是單季度首次突破了200億美元 你看著收入和靜利潤這麼英俊 還有那個增長這麼厲害 我又覺得市場都應該會給面子 下午回來都應該有機會 股價應該會因為這個季度消息 而向上衝 再加上其實近來 剛才你也有說過公司染染 做一些成份股 其實接下來都有一些被動的資金要 叫做是吸納的 所以我相信整體上 短時間內公司的股價都是大漲小匯 其實是不是都可以現在考慮吸納住 還是不如看看中午開市 市場是否真的購買這個業績 之後才再決定呢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暫時看過都樂觀的 當然可以看看下午回來的股價 那個表現有沒有反應 但是我自己相信 業績這麼英俊 也都找不到特別的瑕疵 除非管理層 待會出到來 或者對市場的指望 至接下來他們的第四季度 或者餘限時間的指望比較悲觀 但是我相信 如果是沒有一些負面的因素 我自己覺得股價突破 突破近期一個月的高位應該不難 Mike對於聯想的看法 都是比較正面一點 始終覺得業績都不錯 看看市場稍後收不收貨 開市之後再跟大家跟進 講起一些 現在都看看科技類的股份 今天科技股都算是撐著市的功臣之一 當然升得比較飆青些 有隻美團 高位都上過184元 半天都升到半成過外 其實說真的 昨天科技股雖然跌得急 但是美團小米快手這些科技股 其實是有北水賣的 小米和快手都有北水賣了兩億 就是我昨天來計 其實Mike想問一下你 你覺得這一刻就是整版科技股 近期擔憂監管的風波 算不算已經慢慢消除了 而且消化了相關的負面因素呢 你可以這樣說的 你說的 昨天累計的跌幅都已經這麼誇張 甚至昨天恆生科技 都在創一個紀錄的新規 你可以說由美團這件事件 引發的擔憂 或者負面的情緒都已經是 抒發了大部分 但是接下來我覺得 就算你說今天看著相關的科技股 會叫做低位反彈 但是不極其量 我覺得都是一個技術的反彈 或者大家市場那麼恐慌彈彈 但是歸根究底 大家對科技股的前景 可能接下來都會悲觀 一些監管的憂慮去重臨 甚至圍繞著美團的 大家都會覺得來自中央的壓力 可能他們要因為一個疫情 或者要輔助一些受疫情很大影響的地區 是出一些更加多的優惠的話 都會整體上 老實而言大家都會覺得 他們那個美團 尤其是美團 那個投資前景 或者經營前景 都會大大切構 我覺得這個憂慮 都不可能短時間內可以掃除的 所以我自己都傾向相信 一類的新經濟 或者是科技股 可能都要低位培回一段時間 什麼時候有起色 我就會等到他們 真的陸陸陸陸陸出業績 接下來一個月 都是一些業績的敏感期間 真是出到業績 真是管理層交代得到 今年交代得到政策 對他們的前景的影響 真是可以令到市場放心 之後才可以判斷得到股價 真是說見了底 Michael 剛才你提到美團 他盡期收到法國會的監管因素 就說要下調服務費 所以市場沽得這麼急 今天見到內地一份官媒 就是經濟日報 報道提到 下調服務費不代表 他說對於這些平台企業的前景 是堪憂的 還說其實今次的 法國會的紓困條件 措施當中 其實只有一條 是針對平台監管的 覺得市場的反應 是有點過了龍 還說對於外賣業 引導不是一個命令 今天市場都好像 官媒這一篇文章的說法 為美團的前景 擔憂 立為降溫 你又認不認同呢 我會覺得短時間可以降溫 只看著股價 很明顯大部份的投資者 都已經投了票 對那個前景始終不多不少 有些憂慮 始終大家都感受得到 科技股的監管 或者是一些中央下法的指令 對他們那個經營的前景 有一個潛在的限制 或者很老實說 始終現在這個市場 現在那個氣氛是比較敏感的 大家都好杯公蛇影 都不是說一兩篇報導 可以扭轉 直立即可以扭轉到市場的信心 好啊 麥克認為這些官媒的說法 可能只是短期來講有參考 不過長期來講 還在擔心中的監管因素 好麥克 剛才講的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 又開始速報 來到開始速報時間了 俄污局勢方面沒有進一步明顯的惡化 帶動恆子 今天都可以做好一點 跟隨外圍可以回升 早段高開到近100點 不過早段都要輕微到跌近20點 不過後來都可以越升越多 來到下午都升多了 最新升幅去到189點 升幅有百分之0.8 暴在23,711點 看看科技指數 科技股今天都普遍做好 看到科指升幅更加超過百分之1 升近77點 暴5,304點 看看國企指數 國指同樣都可以升 升到69點 暴8,339點 看看五大互約的股份 騰訊美團這些 今天都可以回升 騰訊現在最新升幅 升近3.4 暴448.2 美團都可以反彈 早段升超過7% 現在最新升幅還有超過6% 暴在182.3的位置 都帶領大市向上 刑副基金都可以跟隨大市 現在最新升幅 暴1% 阿里巴巴可以升到超過1% 升回112.8 恆生中國企業 升到64.4 暴84.52的位置 先看看銀魚 剛剛出了最新的業績 去年可以扭規為形 轉賺超過13億 並且派發一次特別息 3毫子 不過看到銀魚那邊 還要繼續向下 早段跌超過2% 現在的跌幅算是收窄了 跌1毫子 佈是46元 之後看看兩隻資源股 先說一下 紫金礦業先 計劃投資5000萬美元 去提升光果銅礦的產能 提升完之後 會成為全球第四大 的產銅礦山 見到股價還要向下 跌穿10天線 現在跌幅有超過2% 做在11.42的位置 看看銀礦能源 今天煤炭股都普遍向下 事關法改位就出手找銀 銀礦能源最新都要跌超過4% 我們先看那麼多 待會繼續有節目時間 回來節目時間 這次身邊嘉賓有希文陪著 大家看著時機 希文你好 我們見到港股下午回來升多了 立即和大家跟進一下最新的情況 見到港股跌了3天之後 今天半日表現反覆向上 銀行指今早早高開97點 早段曾經在金融股和科技股的限制之下 指數一度都跌過23,500點的日中低位 不過見到A股有些支持 和美股期貨方面都回升了 都幫助文行指表現可以向上 最新下午回來都升出早上高位 最新升207點 報23,727點 暫時見到公用指數要向下 成交方面超過680億 港股後市方向 都馬上要問一下希文 見到港股下午回來都升到200點以外 市場是否都消化了俄烏的關係的情況 還有一些科技股方面的監管因素 大家其實都已經消化了 還是純粹跌了3天 今天指數有個反彈 暫時來看就是一個技術性反彈 昨天在你節目裡都提到 就是技術上的走勢 就跌穿了雙頂項線 一般來說都是會有一個技術性的後抽 剛剛又撞正剛剛 當然說昨晚美股跌 但是亞太區股市來說 都已經叫做昨天先做一步 所以昨晚美股來說 總體又不是跌得太過多 所以今天來說 科技股都帶回國市上來 當然說官媒也幫助了一把 所以市場又叫做彈了一點點 但是你看看大市半天的成交 我們來說比昨天少 暫時來看動力也不是太過足夠 還有剛剛也是撞正剛剛 去到現在迫近條50天線 也在說昨天為樓下下跌離口的底附近 所以我想暫時來看 這一轉一下可以補回一部分的下跌離口 就是24,000附近 但是剛才提到地緣政治的風險 甚至科技領域一些近期的政策 後續一些監管的細節 我想這個都會困擾市場的情緒 還有今個星期幾隻的中概股 都會出業績 所以我想這裡大家都會看著 所以短期來說反彈動力 就未必會太過足夠 是的 還有成交方面都差一點 現在來到這一刻 成交方面都是超過686億而已 恆指最新都升204點 23727點的位置 再跟大家跟進一下期指的情況 見到勤指期貨方面 即月份升163點 下月份升141點 成交超過107,000張 北水的最新情況都看不到 現在最新是流入超過7億 A股方面做好了 加上A股的情況 見到上陣方面升25點 報3483點 耗心300指數升38點 報4612點 至於創業版指數 暫時都升多了 表現都可以跑贏到其他指數 暫時升幅有2%以外 升65點 報2831點 再跟大家跟進一下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用視像的形式發表新一份預算案 說第一季經濟表現不容樂觀 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 總承擔瓦替1,700億 連同基建和其他開支 估計可以提振經濟 大概3個百分點 我預測 香港經濟今年在下半年 比較好的表現 全年實質增長 介乎2%至3.5% 我預測今年整體通脹率 和基本通脹率 分別是2.1%和2% 成為2%至3.5% 只要最近一波疫情 能夠逐步受控 往後繼續維持動態清零 亦都將會為 和內地恢復有序通關 創造條件 馬上和希文跟進一下 蔡野說到 去年本港的經濟增長 是6.4% 與其2022年的GDP增長 是2%至3.5% 因應疫情 大家比較期待刺激消費措施 說到會分期發貨1萬元的電子消費券 其實蔡野這個經濟增長 預測都好過不少市場預期 早前大摩又說 怕著疫情收緊防疫措施影響 估計今年第一季 第一季本港經濟增長是-0.8% 整年計有機會增長到2% 都是因為預期第四季可以通關 其他機構的預測是怎樣 預測本港經濟增長只有1.2%至1.5% 螢光幕都給大家看 都要問問希文 現在蔡野說到有一個逆週期措施 聳承擔超過1700億 都會留下540億做一個支援的控制疫情方面的用途 加上有這個消費券 其實不是都可以幫到整個情況嗎 今年的情況是會相對比較艱鉅 或者叫做充滿挑戰 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來講 因為大家原先都打算疫情穩定 即是去年年尾的時間 疫情穩定定的話 今年上半年大家原先有一定的預期是會有局部性通關 甚至是洩零售市到開始慢慢呼吸 沒有辦法 現在的情況就是 疫情就非常嚴峻 即使蔡野就叫做 接下來再派1萬元消費券 但是大家也都要衡量這次疫情的情況 比前幾輪來得比較嚴峻 所以我想這裏一定情況方面 是影響到消費意欲 甚至消費情緒 甚至接下來整個香港的就業情況 短期是有機會和發 尤其是零售撐任那方面 這裏也會限制著零售小度恢復 這裏我想暫時來看 就是分兩個時間窗口 第一就是上半年壓力是非常大的 還有本身來講有部份的大行 或者一些信貸評級機構 其實都開始陸續調低了經濟增長預測 原先來講大家都是估計大概3% 現在開始速度下調到1.2% 有些去到2% 這個是一個很動態的情況 即是如果接下來的疫情 是真的未必說 即是仍然是比較繁複少少的 防止措施仍然相對比較偏緊的話 以香港整個經濟結構 超過60% 是來自內部消費的話 其實挑戰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我想暫時來看 逐個逐個時間怎麼去看 總體來講今年上半年經濟下限壓力 但甚至是有機會出現一個技術性衰退 這也是一個潛出風險 即是市貨麻麻 大家都關心一些紓困措施 到底幫不幫到手 例如打工仔留意新縫稅 寬減上限有1萬元 見到生活開支上面 合資價的住宅用戶戶口 電費補貼上限有1000元 同時都寬減了利得稅上限有1萬元 看樓市方面 政府都說到股市波動之下 還有加息情況 樓價去年升3% 而且寫字樓和租金售價明顯回軟 反而工廈物業租任和銷售方面都回升 政府會繼續努力增加供應 都會留意著一個市場情況 樓市相關的寬減措施 包括住宅差向寬減每季每戶 頭兩季的上限是1500元 之後每季的上限是1000元 同時都說了一樣 第一次幫租樓的人士提供一個稅務扣減 每年度的上限是10萬元 都要馬上問問希文 剛才都說了今次的一些重點出來給大家聽 對樓市方面其實影響是怎樣呢 樓市來說其實大家都是看著一手 二手來說大家最近都見到 二手成交就開始是比較鬆動 剛剛才藝也提到 在那個案保方面其實都放鬆了一點 你說一千萬你可以借到八成 一千萬可以借到九成 一千二萬可以借到八成 就是說這裏來說其實在那個條款方面 這裏是說你所說的手指 這裏是會有一些優惠 就是叫做條款上是相對比較放鬆了 當然對於智業人士來說 你說上車的難度也相對低了一點 但是問題就是說 現在的經濟的情況 和本身香港的就業的情況 是有一個的挑戰情況之下 你說的智業那個的需求 一向都會有在這裏 但是你那個的時間點 是不是有機會是會再退後少少呢 因為大家原先都預期就是說 過完年之後可能會有個私揚參 會帶動一個一手的成交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了 就是你有樓也看不到 所以暫時對於這個樓市總體的影響 是一個心理上的影響 短期來說真的會影響到那個樓價 會比較波動一點 或者那個移價空間是相對地大了 但是始終你看回本地地產股來說 一來就靠賣樓 二來是靠一些零售商住的物業去收租 零售方面其實挑戰都是大的 因為始終你的零售市道差 你也縮短了營業時間 但你的舖租收入一定是少了 分成亦都相對地少了 之後商業方面 暫時來看都沒有太大的改善和復甦 所以純粹看現在本地地產股 和收租股同 純粹從他們現在的股值的情況去看 有折扣到NAV大概五至六成左右 其實這些位置可以 但是你說會否突然坐進去 暫時還未看到 好的 少許時間不如抽獎身體出來談 因為見到明天又會有業績 比較多森盤在元朗和屯門一帶 是不是受惠北部都會區 大家都有些憧憬 中長期是 因為北部都會區不是一兩年會出來的 這是一個很長期的規劃 當然按照他們現在的土處 全都在西北部地區 中長期對他們是會有幫助的 當然你說業績方面 其實已經是說往籍歷史來的 他們的業績不會太過差 所以暫時是短期股價會有支持 好 馬見老新地方 暫時升四毫半指 現價96.1 這一節和希文談談那麼多 我們休息一會 歡迎收看 節目時間 身邊嘉賓繼續有希文 和大家跟著的字 希文你好 和大家看看廣股最新的情況如何 見到廣股最新升近198點 23718點 A股方面上陣都升近27點 3484點 深淨成分指數暫時都升多了些 升幅1.6% 升220點 報13517點 所謂活躍港股有什麼 活躍港股有隻騰訊升3.2% 美團方面升幅超過6% 阿里巴巴都升1% 盈富基金升2.4% 恆生中學企業升6% 第六位股份有隻有磅 暫時要跌近1毫半 84.8毫半會控升2.7% 比壓迪股份升超過4% 快手方面升幅超過4% 至於一隻發興出的恆子衍生工具 升幅有3.2以外 看大家關心的主要藍籌股 見到中國移動暫時就沒有升跌 報在55.3 港交所靠穩升1.4 報419.6 煤氣方面偏遠一點 跌近4先報11.96 這次我們再跟希文跟進行業績消息 秋正銀魚看看 看到剛剛公佈了業績情況 去年流規為盈 純利有13.2億 經調整的Ibita也流規為盈 有35億 去年要虧10億 今次還有一件事說到 要派3毫子的特別股息 馬希文見到銀魚這次又規轉營 是不是也算滿意 你收不收貨 算是這樣的 始終你說澳門去年 總在全年來講 疫情是非常穩定 也跟內地 尤其珠海地區 有些叫局部性通關 這對於整個博彩收入 是會有一個回軟 但是大家也要考慮一件事 始終2020年是一個低基數 所以21年轉規為盈 這個也很考企業本身的成本控制 以及本身引導賭客 又回到賭場 這裏基本上看到 下午回來的市場反應 也相對比較正面 當然是派特別股息 這個其實是 我們一直都提到 有少少tricky 本身來說 如果大家有根香銀魚為石 在過往這麼多年 剔除了20年 每年都是派特別股息 但基本上 這個是不是叫特別股息 對於我們來說 基本上是一個行常股息 差不多 所以純粹看 今年 21年全年排三毫子的話 純粹看絕對值 就未去到疫情前水平 你說派四成幾 甚至說派息比率 雖然對於每個營利是全派出來 因為始終去年一個營利是一個很低的基數 所以這個派息比率方面 而未必是一個很大的參考性指標 所以後續來說 大家就要看 反而我覺得更加重要 就是 接下來的疫情防控方面 其實是否可以再重新叫做局部盛討 本身來說 接下來的賭牌 其實大家都預料它會拿到的 後續來說 接下來的這些不明朗因素 叫做如全消除了之後 大家一定就會看回 維吾法的基本面 都看著疫情的發展情況和通關的因素 如果這些不明朗因素消除了 可能股價來說才會有大一點的表現 暫時業績之後 銀魚股價暫時沒有什麼動動 暫時都輕輕靠穩 升一毫子暴在46.2的現價 再和大家數其他賭股 最新的情況是怎樣呢 見到暫時原來都是得 業績之後的銀魚又得向上 其餘幾隻賭股都是要紅色向下的 金沙中國就要跌一毫子 奧博控股更加要跌2.4以外 佈4.76 再數下去 有隻新豪國際 都要有1%以外的跌幅 現價佈在8.9的位置 我們談完賭股 我們都幫一下家庭觀眾解答問題 我們見到李珊就發了個訊息給我們 就說14.36和13.94 買了信義功能9.68 目標價多少呢 其實看近來的光復 股價也開始有個低位回升 我想大家都 近來都見到 就是A股的同業 其實近來都 今年年頭開始 就將產品售價開始提升 但是之前來說 一直壓緊價 這裏來說 和本身上半年的產能 仍然相對是比較緊張 尤其是對於龍頭企業加價的話 其實9.68來說 大家也會有一個衝勁空間 如果純粹說這兩手貨 拉均勻去看的話 平均大概是14元左右 如果現在的價位去到14.3元附近 你計算數續費的話 基本上差不多是平手 我想上半年來 還是一個時間窗口 始終剛才我們提到 產能未出到 所以價格方面 其實你現在 需求在回升 有個回補庫存的情況之下 其實盈利應該都會OK 相比去年的第四軌道 所以暫時拿著先 看看這一段 可不可以再衝高少少 去到15.5元樓上 但都以問題 始終剛才我們提到 產能未出來 但下半年產能未出來 所以下半年那些 光復產品的價格 來講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不要看太長線 看著短線來講 看著15.5元附近 作為一個首個目標線 可能下半年的壓力會大些 看到順耳光能 暫時升幅都在2% 在14.28元的位置 跟來其他光復股的情況 看見其他光復股來講 暫時見到 暴力協議都升到3%以外 暴在2.97元 另一隻升幅有4%以外 就是獎身特能源 現價暴在16.5元 福萊特玻璃都輕輕靠勻 升2毫指 陽光能源方面 就升超過4% 暴在3毫6.5元 再同大家轉看看其他板塊 看見內地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 繼續聚焦在振興農村方面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下發振興鄉村重點工作意見 要求全力保障糧食生產和重要農產品供應 穩定山豬生產的長效支前政策 穩定基本產能,防止產糧大上大落 亦要大力提升大豆和油料的產能 嚴格控制用粟米做原料的燃料 推動化肥等農業用品生產儲備 幫助補公穩價 意見說穩妥有罪 要推動農村集體經營 建設用地入市 幫助農民就近就業、創業等等 看著一號文件的消息 見到秋席過股 第一拖拉機出來給大家看看 有這個一號文件 股價也有支持 最新也有1%以外的升幅 看著這個文件 幫助股價還幫到多少呢 其實今早都炒了一下上去 上去差不多4.3 接近4.3一個月高位 現在的升幅也相對地收窄了 當然你每年在港股裏面 去看一些農業相關的股物論 例如你做花肥也好 你做一些農業機械也好 你每年年頭都會看著這份一號文件 尤其是過一段時間 中央一直都提著穩定糧食供應 穩定糧食供應 當然上有些農產品 一些種植料 甚至機械需求 一定要穩定的保障 甚至效益方面也會有所提升 所以純粹說 因為始終是一個中長期的規劃 所以你說對於一些農業機械 需求都異意無有在 所以你說這些農業相關的機械的股份來說 股值方面是會便宜的 但是始終在香港方面 其實都每年的關注都只有這段時間而已 所以我想暫時來看 炒著波幅先 現在這些位置穿上去都是提起4.3 下面來說大概是3.8 附近是一個短期的支持 向上望望到4.3 向下看到3.8也有個支持位 今天第一拖拉機 日中高位都去過4.27 最新暫時落下4元以下 升幅也有1%以外 正在升6千步是3.99 我們看完過股 再幫家庭觀眾聽電話 我們有黎小姐在這裡 你好黎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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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問Pinja股份嗎 我想問一下煤氣 我12.7買的 都駕了很少門 其他的股都升 我不知道有沒有都升上去 好 多謝黎小姐的電話先 看到煤氣股價 暫時都是一個區間的上落格局為主 好像 有一點點向下走 因為始終煤氣來說 大家都是對比香港的經濟情況 尤其是在餐有零售 餐飲和零售行業方面 尤其是在餐飲方面 其實對於商業勇氣方面 其實都會受到影響 始終近期會受到疫情影響 好 所以我想暫時來看 你說 公用股要跟著升 就真的很難升 但一向我們看 你說持有公用股 很難預期短時間只要升10%給你的 是 穩穩定定 純粹跟現在他們的防守性去看的話 始終預期股息率也不算特別高 你說大約3厘幾度 你說穩穩對比美國國債 也不是太遠 暫時你說持有中長期基本面OK 但短期來說 也要股價繼續向下調整 今天煤氣都偏遠一點 現價11.9號6 再幫下第二位家庭觀眾 黃女士也打了進來 你好黃女士 你好黃女士 我想問一下你99912 保譜馬特 我想我已經有幅 但是我是40元買的 我現在想交幅行不行 好 謝謝 40元和現在394半其實有 不是差到很遠 一向我們都不太建議 你第一首貨和第二首貨 你那個交的價格 不會差太近 因為你差太近 基本上那個平均性分價 也沒有怎樣拉低 你看到保譜馬特的價格 一直向下走 反映到實際情況 大家之前也看到 內地中央方面看 要盲合那些東西 大家就沒有亂來 是 所以我想暫時來看 如果趁這一轉彈高一點 去試一下3元附近 就先行隔一間磅 好 暫時今天保譜馬特 升幅1.8% 另外一次和希文談談到這麼多 謝謝你的分析 我們再說一會 一節財經消息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用視像形式發表財政預算案 說第一季的經濟表現 不容樂觀 新一份預算案 逆周期措施 總承擔額超過1,700億 連同基建和其他開支 估計可以提振經濟 大概3個百分點 我預測香港經濟今年 在下半年比較好的表現 全年實質增長 介乎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點五 我預測今年整體通脹率和基本通脹率 分別是百分之二點一和百分之二 熄熟溫和 只要最近一波疫情能夠逐步受控 往後繼續維持動態清零 也都將會為和內地恢復有罪通關 創造條件 政府上條按揭保險樓價上限 財政預算案公佈 考慮過去樓市累積上升 按揭保險的覆蓋作用相對被削弱 因此修訂按保計劃 給買樓自住的人士 透過計劃買樓或者換樓 修訂之後的按保計劃 可以申請最高八成的按揭貸款 由樓價上限的一千萬 相調至一千二百萬 只是提供給首置人士申請的 最高九成按揭貸款 樓價上限將會由八百萬 相調至一千萬 政府宣布將分期派發生一輪消費券 總額是一萬元 四月開始才發放五千元 新一波疫情打亂了我們經濟復甦的步伐 借鑑去年的經驗 我會推出新一輪消費券計劃 透過合適的儲值支付工具 向每名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 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來港人士 分期發放總額一萬元的電子消費券 預計這個措施可以為及660萬人 主要研發腫瘤藥的樂譜生物 第一天掛牌 開市部七個一毫三 同招股價持平 曾經低見六個七 較招股價低百分之六 公開發售部份超額認救四點六倍以上 雜資淨額大概是八億 財經消息看到這裏 多謝收睇 來到下午交易現場的時間 早兩天困擾著恆子的俄污局勢 有甚麼進身進展呢 雖然歐美多國都對俄羅斯實施了制裁 不過見到整個局勢又沒有進一步 明顯惡化 帶動恆子 今天都可以跟隨內地和外圍的股市做好一點 高開到近100點 不過早段都要輕微倒跌過 帶來到下午開始 1點多的時候 升幅都越升越多 最多是升超過220幾點 現在下午升幅都略為收窄 現在只是升近118點 佈在23638點 當中公用指數都要倒跌240幾點 總成交753億多 看看科技指數 今天科技股普遍都可以回升 科指都升得比較多 可以升幅有超過1% 升近69點 曾經上回5300點水平 現在最新 息佈在5296點 看看十大活躍港股 騰訊美團都可以回升 騰訊可以回升6日 佈在445.4 美團早前就說因為發改委的消息 要下調一些商戶的服務收費 都拖累股價 不過最新就有官媒就說 其實這些措施就不是針對互聯網平台的 都是可以為這個言論降溫 看到今天股價也有反彈 早段曾經反彈過超過7% 不過現在下午最新的升幅都收窄了 升不夠半成 佈在179.5的位置 阿里巴巴也升到超過1% 上回112.8 回控可以由得升 升到超過2% 上回58元 快手比亞迪都升幅都比較顯著 快手升到超過3% 上回92.25 比亞迪最新都可以升到超過3% 佈在244.4 港交所也有些消息 看看今天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公佈這個財政預算案 當中就提到 完成了港股通南向交易的股票 以人民幣計價研究 以及港交所明日都會公佈業績 看到暫時的股價都是靠穩為主 佈在418.2的位置 看看主要藍籌股的表現 中移動都要逆市向下 最新跌2.5 佈在55.05元 煤氣同樣都要偏遠 跌4先 佈在11.96元 之後再看看資源股 今天資源股的表現都一般 都要逆市向下 先看一隻紫金礦業 計劃投資5000萬美元 去提升剛果銅礦的產能 提升完之後 可以做到全球第四大 的產銅礦山 不過看到股價都要向下 曾經跌穿10天線 現在最新跌幅都有超過2% 江西銅都有些消息 計劃分拆電解銅博業務上市 不過沒有表明有意去哪個交易所上市 股價方面都要偏遠跌4先 其他的煤炭股 今天都比較弱勢 事關法改委 出手找煤價 昨天就開會就說研究去規範煤炭價格指數採樣發佈 研究一下如何規範這個煤炭市場的交易 這三隻煤炭股同樣跌穿了10天線 染礦能源和中國神華 齊齊跌超過3% 染礦現在是19.44元 神華現價在21.7元 中煤能源都要跌超過2% 佈在5.09元的位置 除了資源股藥 今天的餐飲股都一般 雖然九無九發了一個營起 預計去年那個順利可以升到倍增 去到賺到超過3億人民幣 但見到股價都連跌了3天 現在最新的跌幅還有借近1% 佈在18.56元的位置 海底漏早段都要向下 曾經跌超過1%之後 下午反而可以轉升 現在最新升到超過1% 去到19.26元 看其他啤酒股 今天都做得比較差 潤啤跌穿了10天和100天線 最新跌幅都有超過2% 白灣瓦泰葉之前都要跌超過1% 我們先看這裏 節目再跟進的時報 星期三的支付錦朗有資金流向環節 錢有沒有來股市特別港股呢 雖然我們最近知道北水下來都是差一點的 但整體環球怎樣 我們慢慢再說好嗎 留去哪裏呢 請教專家有黃耀忠 And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Andy 我看到資料 就說整體環球基金 上個星期這樣算 錢是留去買股票 就像沽債券一樣的 不過不知道你的統計 單是統計ETF 交易所賣米基金情況 是不是這樣 其實整體來說 我們開始看到資金 有回流回到股市 但整體來說 一定不夠年初快 因為我們對比過去一個月 例如說港股 甚至美國的市場 其實都會見到一個比較高單位數的流入速度 但是你現在相對就會見到慢了 因為你看到港股 中國股市 都是只有零點幾個percent的進象 變成其實整體來說 我們覺得就叫做流入得慢了 但是反過來 可能值得留意多一點 就是債券市場 可能市場 究竟是不是已經覺得 整體來說 債息已經price in 很多關於急速加息的機會 令到其實大家開始見到 例如美國十年期國債 都已經去到接近兩厘附近 人們就開始有些錢 買回來了 所以就見到近期 就終於在債券市場 資金流是有點逆轉的 由之前不斷流出 現在又再次流入 我覺得這個角度反而是可能 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 你的統計有的的不同 如果你看到ETF債券市場 我看到你最後的表 裏面那兩行美國債券市場和新興債券市場都有錢入 變成這裏反而是一個亮點 你才是這樣的 是呀是呀 這就是亮點位 因為其實就是 如果用過去一個月 你會看到其實無論是美國的債市 或者叫做新興市場的債券ETF 它們是負數的 即是負0.2 但是剛剛過去一個星期 其實是正0.2和正0.4 即是其實就 簡單來說這個加減數 就會看到這個星期 其實上落波幅 即是資金流入的速度 是突然間相對快了 那我直接問 你剛才說會不會多少債券市場消化加息的因素 因為大家都知道加息一般就是利淡過固定收益的投資工具 包括債券 加息是不利的 那是不是真的消化了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買呢 因為很多家庭觀眾強積金裡面都有持債券 其實我們自己會看回一件事 其實雖然我們會覺得現在是一個加息周期 但是其實在債券補充一點資訊 其實我們看回很多時候加息周期 只要債息不是升得那麼急 其實整體來說債券帶給你的回報 其實都會有正回報在這裏 只是多還是少 所以其實如果在現在我覺得市場已經pricing了 可能今年聯儲局已經加息五次了 那變了其實我覺得應該 就是現在你開始去買回 可能美國的國庫債券那些就未必那麼吸引 但是可能在一些企業債 優質企業債其實就開始吸引回 如果在我們自己的看法 國債就未必買著 企業債優質那些可以先考慮 但是如果你說那些叫做高息債 俗稱垃圾債那些 就可能都要卻一卻步 因為這段時間其實大家是有少少害怕 究竟大家的市場還是有少少氣氛 在看會不會有經濟衰退 或者叫做企業盈利倒退 所以其實高息債券就沒有什麼防守力 但反過來優質的企業債券 都有少少防守力 所以可能這裏可以看回多跌 多謝你講多一點具體給大家聽 當然統計有時都有不同角度 譬如你統計這個ETF 就是其中一個資金流向 剛才說如果根據EPFR和付稅證券的統計 整個環球基金就有一點點不同 即他們統計就是看到股票有些錢留底 當然入的金額說真的 就不多了 因為上星期入了多少 21億美金 即是股票基金 連續8個星期入錢 但是大家看看 連續過去8個星期計 累積是1900多億 單一個星期21億美金 其實就應該流入減慢了 那流入哪裏 他的統計就說中國內地 台灣、韓國都是有錢入 美股範圍入走了 美股上星期走了7點多億 當然就不太大 債券那裏你的統計有錢入 但是根據EPFR的統計 正流出118億美金 而且連續6個星期走資 Eddie有否問一問 其實有否原因 為何統計跟你好像有些少少出入 債券那裏 我覺得債券市場 或者數據上面 大家會有兩個落差位 一個就是他們 會包括一些互動基金 我始終比較只看著 ETF的資金流 第二就是因為 可能時間上 都有少少落差 因為其實真真正正 開始比較多錢入 都是過去這幾個交易日 所以可能就會有這個時間上的落差 就會令到有少少這樣的分野 但是你會看到其實如果 如果拉長一點時間 就是你看到我們 ETF的資金流出一個月的話 就會符合大家的大趨勢 過去幾個星期 原本都是資金流走的 可能可以看看究竟 EPFL之後出來的數據 會不會看到 原來債券市場都開始有資金流入 可以當是 ETF資金流入 有少少領先指標 可以去考慮 跟著 EPFL 就拿來做一個確認的數據 是的 你那個是比較新的 其實它的統計 因為截止到16日 那星期就夠多些少 看看我們之後再更新 其實我們股票當然大家 關心多些 特別是美股 因為烏克蘭局勢 現在很緊張 每日的變化都很大的消息 當然近來就比較負面 俄羅斯都打算使軍隊 去承認兩個獨立地區 美股的情況如何 這樣幫我們判斷好嗎 好啊 其實這段時間 美股反映著很多負面因素 但是你說 俄羅斯的事件 當然是大家最觸目 但是暫時好像這兩三天 就沒有怎樣再壓住 即是叫做股市沒有推下去 但是壓住氣氛 但是無論如何 因為始終美股自己有些積弱 那個情緒上面大家有些虛脅 你看到之前的美股 比如標普500 跌穿了兩年的上升軌 之後其實它做了一個小反彈 用過去一個多月做的黃金比率 其實只是彈到0.618之後 又再回落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 都會見到還是人心虛脅一些 但是其實我們又會這樣看 如果大家覺得增長股不是亮點 又覺得加息對科技股不好 而且俄羅斯事件應該是 對投資氣氛應該很差的話 其實本應應該科技股 要做得很差才對 或者資金流應該會很明顯流走 但是有一點想不到 如果我們參考美國的XLK 即科技板塊 它也真的有資金流走 但是資金流走速度 遠遠我覺得是慢於 或者叫做小於 現在市場上發酵得很厲害的負面因素 所以這個我覺得可以作為一個警惕 去看看究竟接下來的資金流 是會突然加快流出 還是原來根本這些都是一些雜音 這個我覺得可以看看 你剛才說的就是我們下一個圖 資金就是從科技板塊流走 不過你剛才的項目也幫我們再說清楚 不要的了 但問題是走資換萬 總之接下來這個小小的向下斜的箭載 那些錢走 是否會繼續呢 有沒有加快呢 我們可以在觀看 那些入錢吸資的板塊好嗎 那些高息股人口 是的 其實我相信大家 因為現在這一刻就覺得 反正市況這麼多不明朗 反而想用一些防守性高的策略 所以大家就會去選擇一些高息股 但是我補充一點 就是今天舉了一種例子 用DGRO來舉例 為什麼要說這個呢 就是因為現在市場上面 是有一點擔心企業盈利的增長放緩 經濟會不會倒退這個情況 所以那些錢去選擇的高息股 就不只是選擇高息那麼簡單 他們會選擇一些要派息增長的 就是間接拍攝企業的質素要不差的公司 所以其實今天給大家看這幅圖 雖然看到資金流入 就叫做流入高息概念 但其實背後有一個叫做優質的企業的高息股份 可能是大家需要著力一點 這個都會看到現在的資金是流入這方面多些的 有空也可以我們遲些再問一下你這個DGRO 有增長的收息股的ETF 我們可以將來講多些 但起碼給大家參考一些 原來資金看到下面橙色線 錢是流入相關的基金裡面 還有一個有錢級的就是黃金 當然一個金價的走勢 在俄烏局勢這個不明朗大背景下 金價怎樣走 先問問你 還有資金流向有多利好呢 近來 是的 其實黃金的走勢始終經歷了 由20年7月的高位開始下來 這年半的下降軌終於突破了 而且如果在技術走勢上 它終於突破1872元這個水平 終於做到一個叫做一浪高於日浪的感覺 其實現在現水平 你除了說技術走勢開始有什麼感覺 好像是展開一個新升浪 當然背後的故事 大家可以放進去 除了俄羅斯之外 還有一個可能大家想 就是現在都是屬於一個通脹的環境 上年金價又沒有什麼反應這個因素 但我覺得第三點可能大家都要著力一點去留意 就是為什麼會令到資金流入呢 首先因為我們都真的看到資金 就過去一個多月 由一月中開始明顯有資金流入去 例如GLD代號這些 就是Spider的ETF 實金的ETF 帶多一個角度給大家想的 就是其實上年大家覺得金價 是完全沒有表現的 你又對股價沒有表現 對債券又沒有表現 加息減息 Crypto升跌又完全沒有關係 變成今年可能會引來比較多資金流入 原因就是你的相關度 對所有資產都很低 變成大家想進入一些 相對安全一些 和其他沒有什麼關係的資產 黃金今年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所以可能這個原因 在這麼多不明朗的因素下 資金就真的流入去今時 你看到GLD即Spider ETF 都有明顯的資金流入 但是我想提到一點就是 雖然資金有流入實金的ETF 但是其實資金沒有流入去金礦股 這個我覺得要小心一點 因為大家可能真的有避險的需求 或者怎樣也好 大家覺得始終實金才能做到這個 叫做防守力 但是可能金礦股 大家是怕企業的盈利未必追到 所以可能大家要留意 難怪我們香港上銷黃金股 經常見過金價近期升 都不是很升的股價 原來錢根本都不追 但我也想補出一句 看看可不可以問到數字 金價的水位 你覺得多不多 其實我自己覺得短線裡面 你定住1872來做 你止涉防守 我覺得如果鏈上 我認為這是一個中期的升浪 我覺得他要先試2000元 我覺得這是一個合理 因為他去年完全沒有反映過這個通脹的情況 再加上剛才說 因為我們相信很多一些 做多元資產的風格的基金經理 或者機構投資者都會開始留意到 我們又有一點技術故障 講到這個時間 Andy簡單來說 就看好金的情況 金的情況 是的 資金流向 有時不只是看整體大市 留去哪些板塊可以 哪些板塊不行 我們都要搞清楚 剛才我們一直整個思路都非常清楚 債券市場近來在加息背景下 錢就流走 股票仍然是有錢入 但是進去哪些市場 過去一個星期 流入去新興市場比較多 內地股票也有些受惠 板塊我剛才說到 新經濟股資金都不太行 難怪近來都我們香港上市那些低 低位裡面就波動 反為資金追什麼 看看Andy提到 高息類股份 還有黃金 實金的 不要追黃金股 他說資金不追那些 實金相關的ETF 就反為可以留意了 好嗎?大家都清楚了 我們休息回來再談 買い不活 買就是賣